大家好,欢迎收看杜高斯北电视,我是许超 今天的话题是特朗普新闻发布会对货币市场的影响 1月11日,特朗普在纽约举行竞选成功以来首场新闻发布会 本次发布会,特朗普攻击制药、航空军工、汽车制造等领域 但绝口不提基础建设支出等市场期待的经济刺激话题 令市场失望,增加了财政政策和税收改革不确定性 美元指数从104下方一度回落至100附近,创一个月新低 在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主要提到了墨西哥边境围墙 俄罗斯商业利益冲突、欧巴马医保、边境税和医疗企业 特朗普强调了上任后将在墨西哥边境建造围墙 计划让纳税人提供初步融资 但一定会跟墨西哥谈判,让墨西哥政府来偿还这笔费用 他希望美国国会能先垫付 特朗普表达了上任90天内会要求相关部门完成一份 俄罗斯网络攻击报告 特朗普否认了他与俄罗斯任何生意往来 也没有把柄抓在俄罗斯手里 关于商业利益冲突 特朗普已经授权两个儿子在他担任总统期间 掌管所有经营权 他将与公司经营完全隔离 特朗普称,欧巴马一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灾难 一旦参议院批准他提名人选 Tom Price担任卫生部长 他就拿出一个计划取代欧巴马一改 关于边境税 特朗普明确表示 要对在海外生产并向往美国的本土制造商 征收高额边境税 就医药企业特朗普说 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制药行业带回国内 我们的制药行业就是一团灾难 他们为我们提供药物 但却不在美国国内制造 我们必须建立新的药品金价机制 因为现在的高药价等于不受惩罚的谋杀 特朗普新闻发布会结束后 风险资产和美元指数走低 避险资产走高 美元对墨西哥比索一度突破22关口 自特朗普11月8日当选以来 墨西哥比索对美元下跌超过17% 创立实行低 特朗普在总统进学时 提出对墨西哥进口产品大幅提高关税 并且在边境建造隔离墙 美国占墨西哥出口市场份额高到81% 本月初 特朗普对四家汽车公司发出攻击 希望制造业和工作岗位回流美国 随后 福特公司放弃墨西哥建厂计划 Fiat公司宣布将在2020年前投资10亿美元 用于中需部两座工厂 为了应对墨西哥比索大幅贬值 墨西哥央行抛售超过10亿美元 推动了比索反弹1% 但仅维持三小时后宣告失败 比索从其跌势 随后 墨西哥央行再次花费40亿美元拯救比索 然而下跌趋势依然难以缓解 今年以来 土耳其里拉下跌超过10% 在过去三个月 土耳其里拉对美元跌幅超过20% 创历史新低 由于土耳其外部借款需求巨大 因此里拉成为美联储加息后最脆弱的货币 而特朗普财政刺激政策可能会令美联储加息步伐加快 目前 土耳其经济萎缩 通货膨胀攀升 央行在总统压力下不加息 此外 政治局势也不稳定 自去年底爆发军事政变被镇压后 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遭到枪击身亡 执政政府在本月中旬开始讨论修改宪法草案 目的为土耳其从议会制改为总统制 扩大执政总统的权力和任期 经济和政治所呈现的不确定因素 加大了里拉进一步贬值压力 好 接下来我们从技术面分析一下 美元墨西哥比索和美元土耳其里拉的走势 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 美元墨西哥比索开始震荡上涨 形成上升通道 特朗普当选后 汇率一度创历史性高 目前 短中长期军线呈多头排列 周线都能指标偏多 走势总体震荡偏多 如果特朗普继续成功地将美国公司制造业 从墨西哥回流至美国 以及增加墨西哥产品关税发展顺利 美元比索将会向上突破上升通道 测试22.50和23管口 但是 鉴于日线MACD红柱变小 因此不排除回调的可能性 下方关注短期军线系统 和61.80回车率主要支撑位 美元对土耳其里拉经过一年窄幅震荡之后 在06年底再次开启上涨趋势 一度创历史新高 形成上升通道 目前 短中长期军线呈多头排列 周线都能指标偏多 走势总体震荡偏多 如果土耳其经济继续萎缩 通货膨胀大幅上升 以及政治局面不确定性增加 美元里拉将会向上突破今年高点 测试上升通道上延和四管口 但是 鉴于日线MACD红柱变小 因此不排除回调的可能性 下方关注军线系统和通道下延主要支撑位 好 感谢收看杜高斯北电视 我是徐超 大家春节快乐 我们下期再见